未到10點 為數200人的長龍已經練成 他們還是等待美食博覽開幕這一刻 為了一嘗美食 他們花了長時間等待 Overnight日了 Overnight日? 就是所謂撿輸閒頭慘過敗家 當然要早點來,希望不要撿輸 10點開幕,跑呀 各位心急如焚,挑戰極限 其中一群人,一窩蜂就來到這個檔位 為了拿免費鮑魚 這位遊戲大贏家 原來是熟客,每次出手,必有所得 168罐鮑魚,很多鮑魚 怎樣散?你會自己吃散? 送給人…又過年了,送禮 去年我也是拿第一,又送給人 下年會不會再來嗎?會…會… 鮑魚麵一元,淮山麵一元 至少十幾檔商戶推出 一元大割價搶客 不過低處未見低 有商戶更破天荒 推出一毛子一隻雞的優惠 不少客人都說米酒雞 一毛子一隻 這麼大,這裡呢?這裡有甚麼? 我們先拍攝 這裡有花架 甚麼都有 還可以的,他們來到鹹食品展 看到的氣氛人多,有得試吃 一般他們都很願意去買東西 我們也有些新的項目去推出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一元的項目 剛才開了一點時間 現在我們也還可以的 我們見過生意 買買買,大出血 你憑香港市道那麼靜 真的要靠你們來衝衝起 這些是貴的東西 貴的東西 貴的東西 一口牛… 大隻蝦 會再來,要多帶點子彈 把卡都滾爆了 這麼厲害? 今天花了多少錢? 不知道,錢不是問題 最重要花得開心 有些甚麼? 有些是即食麵 是 還有餅乾 起碼停到10% 為了香港,自己幫助自己好過 今年是疫情之後,首個美食展 不用戴口罩之外還可以試吃 所以有很多參展商 都設有試吃的攤檔 在現場我們看到不少攤位都可以試吃 有湯、有飲品、有乾貨 還有罐頭蛋糕 真是花多眼亂 令人吃過番尋味 對,今年可以做試吃 開幕日的人流又不錯 上戶生意,看來也會增加一點 現在可以試吃了,不用戴口罩 你覺得會否有幫助? 有些…一定有的 應該比去年好 除了有賣熟食之外 我們本身也會有試吃裝 我們預計今天這堆貨全賣光 接著再補貨 我想應該那個倉也清掉